应该是第三套第四套这两个动作 轮流坐在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里面 我今天写来后面 希望就不用老去翻手机我看一下吧 然后也是今天可能有新来的朋友 先是大概五到十分钟的热身 然后三十分钟的处中训练 处中训练一共八个动作 重复两遍 然后有一个叫HIT 就是高强度间接性的运动 做三组 这个三组包括一个波比跳 其他的时候看前方了 然后就是拉伸了 好了我们这就开始了 这个热身的时候 我每次还都要做的就是这个深蹲 深蹲是非常经典的动作 现在呢就是肩脚伸开 大概是一点五个肩宽 然后后身蹲的动作是要后蹲后坐 然后让这个膝盖基本上地面平行 可以这个小腿成续制度 膝盖不要往前伸 要后蹲后坐 然后沿着像脚尖的方向伸出去 这个是一个动作 然后再起来 好我做两个啊 好 好 开始做十个就好了 五 好了 这个就做好了 下面呢做一个抱一下腿 来做拉伸一下这个腿 和这个膝盖 这样 好 如果你要不舒服 不要拉得太努力 好 再做两个就开始了 这样 好 开始二十个 八 十六 可以抱使劲一点 二十 好了 下面做一个踢腿 踢腿把胳膊伸直 然后腿上前腿 这样一个 然后 两个 好 咱们用来二十个 五 十一 十九 二十 二十 好 然后下面就要做这个动作失能了 非常有意思 大家讲一下 这个叫Ape Walk 就是原人走 主要是练习完全深蹲的动作 完全深蹲呢 深蹲很难的是你把腿病动 然后脚跟不倒地 我做不到 这个呢 可以脚空开一点 然后这个 膝盖完全折变 腿 屁股越往下越好 然后先做好 原人一般是这样的 对不对 就是 胳膊在下面 手在下面 头还是抬起来一些 然后脚空跟不着地 这个叫星星站 也叫原人站 然后就开始走了 走的时候 你尽量让腿往前迈 这样 原人走是一顺的 所以就胳膊在一起 这样 这样 我再转回来 好 还应该能看见我 好 这样走 好 好 咱们就走二十下就好吧 一边 走 十下 开始数 123456789101112131415 这个练的是这个胯的关节 还有肌关节 开始没有练好的时候 膝盖会痛 所以不用过太多 好了 二十个就好了 然后下面一个 是肩膊蹲加转体 是比较经典的动作 转体呢 这样 肩膊蹲就这样 膝盖不要 比较前面去 这个呢 尽量往下蹲 然后再做一个转体 location 好嘞 这个一个动作 再来一个 好 我就开始数了 二十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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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十五 二十 好了 最后一个热身运动 也是跳着的肩膀蹲 这样做两个示范 也是不要让膝盖到脚胶前进去 就这样 一开始 如果膝盖不太好 可以慢一点 少一点的幅度 开始二十个 一 五 十 十六 二十 好嘞 好 今天我们身体完了 就开始做下面的运动 稍微简单 谈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个 这个Animal Flow 是一个最近健身业比较新的一个concept 就是它在练习各种posture和关键正在流活度的情况下 有一些复合的运动 比如像刚才的轻性走 是肩部 这个臂部 还有 hip和 膝盖 多有关节的 这种拉伸的运动和协调性 是非常受伤的可能性 会小一些 比其他做大阵量的负重 所以我待会儿再会讲 好 咱们就开始做这个 第三套运动 八个动作 第一个复合组是负重的sumo 或者是飞鸟 或者是这种 这样的 你看这样拿着重量 第一个是负重sumo 然后是飞鸟 好了 咱们开始拿分量哦 我这个拿重一些 看看拿 拿30磅吧 大家 sumo的时候 也要把这个 拿两个哑铃的时候 就把哑铃都举在上面 拿一个大哑铃的时候 然后 后边的哑铃 你要把哑铃都举起来 所以不能拿 太重了 好 举到这样 这种sumo的深蹲 就是 膝盖要打开的大一些 也是完全向外伸 然后 这样 膝盖 一直冲着脚尖的方向 然后 蹲的呢 也是要 跟地面 基本平行 好 应该是做8到15个 大家量力领醒 二行 开始 一 二 四 四 五 五 十 五 十五 好了 现在做飞鸟 飞鸟的名字叫Swing 今天我要给大家 讲一个 今天学到的一个小的变异 能够增加运动的效率 大家如果没有 运动的椅子的话 可以坐在地上坐 然后有椅子的话 效果会稍微好一点 现在咱们都要做单侧的 这样相对高一些 今天我学习到的是 一只手不动的那侧 举着这个压力 然后另外单侧 这样做 这样你这一侧比较负重 也是对这个肌肉的conditioning 你如果想轻松一点 可以把手不用举着 然后可以用马甲 我再做两个运动 来练持 这种飞鸟 就是从侧面上来 要不捏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的动作可以 相对靠头部一些 或者说刚好在头部那 或者是比较冲下 运动的肌肉可以一样 可以体会一下 一侧十五次 八到十五次开始 五 十五次 十五次 这边呢 你呢 如果全推起来 让它稍微容易点 稍微在中间 更难一些 好 这次数次 五 十 十五次 十五 好了 我还有一口 加一个冰箱片 把它温度成为 高高点 这个冰箱不小了 好 下面再次回到这个 虚冒深蹲 好 加重量 大家看情况 加重量呢 就对肌肉 有一些挑战 加到 干水 这种克服 可以调节 快速调节的哑银 有这个好处 当然了 你如果是 两个小哑银 可以放在家里 做 好 我这次就不做食饭了 做起来 直接就做了 腿要打开的大一些 然后 也是要让 膝盖上 在脚尖上面 这个是非常锻炼 这个大腿内侧肌肉 让大腿就会细一些 然后也这个肌肉线条 也会很直 很长 好 来 五 八到十五次 十 十五 就这样 这种深蹲动作 哪里 的时候 也要 身体全部蹲下来 然后这样 全身就一起 翻动 深蹲动动作 对骨骼有很好的刺激 是防止骨质疏松 的一个很好的运动 好 看一个 翻侧 出动的肺鸟 好 喂 再做一两个示范 这边聚好 然后这边 二 好 开始了 十五次 八到十五次 十 好 不对 还有十五次 十五 好了 右侧稍微 举着负重 然后左侧 十五次 开始了 已经 五 五 十 五 十五 好 好 来 已经完成第一个步骤组了 十五 好,可以喝点水休息一下 跟我讲第二个复活组的动作 一个是叫火炬后听腿 这是复活动作比较难 一开始的同学可以有一些便利点一点 然后就是叫Russian Twist,俄罗斯转体 大家先可以拿好雅琳 然后我先做几个演示和关于它的variation便利这些讲解 这个就是要一条腿跪在地上 然后斜侧的手腾重 然后后面这个腿是要这么kick的 这种kick对臀部塑形非常好 然后这边手举着一个叫火炬一样 这样能够保持右半侧的上身的肌肉同时在空里 好,我做几个大家可以试一下 这样头肩上也要保持就好了 Couster 二 三 然后这样是一边15次 我们就开始了 5 5 10 15 这个很辛苦的这个 好,这边呢,换过来 这个左手 如果要是没有劲儿不用拿雅琳 拿着雅琳增加了很多难度 好了 做Russian Twist 大家可以拿雅琳 我呢,现在有这个 在Marshal买的一个 Wade 这个Bull 很好玩 Russian Twist呢 是练腹肌和腿部的前面肌肉 还有Pore Muscle 超级Pore Muscle 现在都起来了 怎么办呢 你一开始 因为今天有新同学 我讲一下啊 你要做好的这个姿势 把腿抬起来 这时候你就发现 身子上身是直的 也比较身脖子 就是比较直的 这个本身就 Activated the Core Muscle 然后再做一个转体 这个转体的动作呢 对你的Core Muscle的协调性 这个很好的一个考验 所以一开始你如果 力气不够了 你会把腿放在地上 然后转 或者是促重转 然后到后来 水平高一些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 促重抬腿 转体 我做几个演示啊 转的时候呼气 因为你发现转的时候 是不用力子 这样 开始啊 一共是要三十个 所以已经开始了 Jay interruption 你那个 camer 可不可以往下压一点 因为我们就可能你半个身 好 好 谢谢 我看可能是 再下来一点吧 应该差不多了 现在 好 好 拿好这个 现在可以了 拿好这个球 开始了 再一次一个 十 十个五 二十 二五 三十 好嘞 然后 这就非常好啊 可以看在这儿 要火炬后腿 我去换一个小一点的 三磅的小哑鱼 因为我发现如果前面手力气太大 后面我就没有感觉这个kick的感觉了 好 做好姿势 你一开始呢 可以就放在这儿 做这个kick 可以把这个手抵着 来做kick 如果能力的拿哑铃 不会长着啊 好 开始了啊 五 接下来往上踢 不是往后踢 或者是往鞋前 十五 好嘞 换一侧 二 开始 十 十五 我左侧的上臂的肌肉明显差不多 好了 就是要Russian Twist 我的姿本体 好嘞 这动作非常经典 好 包好你的重量 可以下铃 可以持这个球 把腿抬起来 上肢 上身挺直 眼睛 往前看 开始 开始 十 六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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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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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已经赛成过半了 完成了 四组运动的前面两组都完成了 现在要到第三组 第三组 第三组是Longers 和街外球 可以喝点水 好 稍微讲解一下 在做腹中运动的时候 如果要增加强度 就是要缩短 组间的休息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组间的休息 还有一个就是 把腹中的时候 变成复合组 比如下身 要做深蹲 上身也举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就变成单侧 单侧呢 另外一侧 拿这个东西 这样也增加它的运动量 好 然后我们现在 稍微缩了底部 就开始做Longers Longers呢 去拿个重量 一手一个重量 我用那个12.5 相对用的 比一般上肢的要大一些 因为这是一个 架子腿部运动 这个Longers呢 你可以做后撤 这样就确保你的膝盖 不会在前面 不会呈太大重量 像刚才 做伸手Longers 肩部蹲是一个意思 就是后面的推 要这样往下 移步到平的 地面平行的这个 这个位置 也可以 你也可以 做咱们都一样了 做后撤的 来做两个 1 2 好 开始了 要做30个 一侧15分 15分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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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十七 二十 二五 二九 三十 然后下面这个动作是一个上举的运动 然后我叫做把它称作界外球 这动作呢拿好一个哑铃单独的 我用十磅的 然后把这个哑铃放在后面 这样把它举起来 如果是一个足球里面 就是要扔一个戒外球 但现在不要扔出去 这个脚步呢也是稍微分开 你肩宽一点 然后不要完全lock住 稍微有一点 这个膝关节轻轻弯一点 这样比较有灵活性 哪怕你被别人撞一下 也不会把膝盖拧到 然后就开始了 这两个示范结束了 十五次 好 五 十 十 十五 好 这个拿哑铃的时候呢 你如果拿到比较靠前面这儿 它运动范围大一些 如果一开始的时候 可以放在中间它运动范围稍微小一点 好了 还有第二组 又是这个肩膊蹲 肩膊蹲是对腿部肌肉铃很好的训练 好 开始我哥哥都两个 三十四 二 开始了三十四 六 三十四 一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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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一 三十 太棒了 人心率肯定是马上就起来了 好 比达这个时候 这样的动作 借外球 可以稍微的 走一下 这样的心率 比较快 然后这样 做上直 这样 往上 好 就开始了 做十五次 五 十 十五 好嘞 非常好 这个四分之三就完成了 刚才动作主要是练上臂的小肌群 小肌群不太容易练 反而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练 小肌群很重要 因为有些复活动作 比如做引体向上的话 有时候这个小的肌群没有力气 下面的肌肉也很大不高 好 我再稍微讲一个这个关于运动的 我昨天做了一个research 就是说是不是muscle memory 这个最近看一个报道说 一个健身达人他得了新冠之后呢 就是所有的muscle都wasted了 所以这个比较人痛心的 但是根据historical data 有一个chrome disease 一个是炎症性肠炎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这个肠炎 就是flare 爆发 它不能运动 也没有进食 只能靠静脉高营养 它就把它七年的 运动的成果都已经 全都丧失了 但是它呢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就有retraining 就能把这些muscle又gain back 这个就有一个paper PNAS的一个文献 就是说 有一些muscle cellular nuclei 它们都是preserved 然后这些muscle nuclei呢 它在retraining的时候 能quickly的recruit这些蛋白质啊 然后让它的肌肉hypertrophy 增大才而增快 这一点我还是相信的 比如我家先生 他大肚子有练过腹中修炎 所以很多年 虽然没有练 但是跟着我练了 也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练一下 马上就可以做 引体上场做十个 所以大家现在都多 要是存钱存粮 也存肌肉 都存一点 好 在最后一组了 深蹲 深蹲也是特别特别经典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作 然后我先讲解一下 就是这个你抱一个重量 然后深蹲跟刚才的似头一样 膝盖不是打开那么大的脚 而是大概是1.5天宽 然后倒是注重 要这样做 深蹲和硬拉的区别是 硬拉是一个叫hingease 就是一个前后这样的动作 把工具这样举起来 比如最明显的就是你家有个小孩抱起来 然后深蹲的就是那种抱更大的重量 就整个腿都蹲下来 这样端起来 所以尽量的时候 这个hip不要挨回 而是整个后蹲后坐 拿好重量 拿起来 好 我正想用大一点的重量 这个是我比较要挑战自己重量的时候 大家可以20半吗 都可以试一下 我这个是要用一个比较大的重量 如果拿起来我就不讲解了 这个也是要做8到15次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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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5 好嘞 我这个是一个52.5的动作 我要把它挪到那边去 那边看好了 也是要完全蹲下来 都engage leg, the back, the upper gym, the muscle 好 最后一个动作 非常有趣 是一个 侧面的平板 然后 拿小雅琳 小雅琳 说不顺了 好 侧面的平板 我再往这边点 好 平板呢就是 这个胳膊是放在地上 然后呢 这个是要抬起来的 然后 这边叫侧平板 举好你的哑铃 一开始 没有力气的话 可以 不举 不负重 5 上 好 开始 15个 6 10 15 来稍微讲一下 这个动作 侧面的时候 对这个大腿 下面这个 臀部的臀大肌 臀小肌 有很好的训练 侧面都有很好的训练 所以腿一定要直 然后这个要抬起来 好 反方向 你在保持这个姿态的稳定性的时候 就是对核心有的训练 好 起来 做两个示范 开始 5 10 15 好嘞 这个 后面的肌肉 都练到了 做这个 深蹲的时候 也会发现 这所有的肌肉都在努力 做那种大重量 最好戴上手套 再戴一下 我们群里也有 朋友建议我们的手套 今天 我发现戴上的手套 保护手腕 但手腕的活动性 就差了一些 所以我们还是先 用这种简单的手套 然后大家同样 再稍微讲解一下 拿上重量 这个 腿稍微打开 比肩宽 宽一点 然后是 后蹲后蹲 这样起来的一个感觉 所以你就是发现 整个腿部传导力量 从头到脊柱 然后把这个提起来 这个同样是 对骨骼的一个 全身骨骼肌肉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刺激 提高 就是生长激素 和熊激素的分泌 促进我们的蛋白质的合成 肌肉的合成 这个可以很好一个 不光是运动的这个时候 有效果 而且它运动后的效果 能持续很紧 好了 废话不多说了 我拿我的重量 大家拿自己的重量 你要把这个 两个哑铃拿在下面 也可以做 如果没有大哑铃的话 好 8到15个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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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来侧面的平板 侧平板上举 最后一个动作坚持一下 坚持就是胜利 好 侧面平板 平板起来 上举两下 吃饭结束开始 五 十 十五 好嘞 换侧 侧面平板做好 回头要直 然后想象挺胸收腹 想象这个 把你股脊和你背后的背 吸在一起 稀住 做两个示范 开始 五 十 十 十五 恭喜 恭喜 完成了第四周 第一个 第一号训练 我们现在哑铃出位 先都不要停机 好 把你大哑铃拿好 放回去 好 这时候记住杨文好习惯 不要让你这个exercise 太乱 不光是不好看 会有安全性 好 跟哑铃都把它拿回去 让下次别人再用的时候 都要再哑铃 有很快的提高心肺功能的作用 第一个是波笔跳 好 好 这个 做波笔跳的时候 我再演示一下 做波笔跳 你看到后面 这个肌肉要绷紧的 不要塌背 这些 然后 马上弹回来 靠起来 做一个比较连贯的运动 然后 一开始 你如果 有挑战性的话 可以做分解运动 就是撑在这 你就这样 这样 也是很好的运动 当然了 最好还是 做连续的 这个是一个挑战你 这个体能的极限的运动 一般 一开始做 做十个体能 体能比较好的 一开始就做十一个 十二个连续的 我今天做十七个 也不想再 四七个礼拜 快碰刀了 我就开始了 拜拜 一开始 波笔跳 开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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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十五 十七 二十六 还有一个 鼻子 好了 好了 这个大头就完成了 还有两组呢 稍微讲解一下 然后下面做这个 也是相对比较累的一个 叫 原地高开腿 这个呢 把手放在这 然后腿抵上来 两组 马上去啊 跳着踢的 然后 这个 HIT 一般 最后要做到一分钟 大概是 一分钟大概要能做120个 今天我决定 大家都可以有些挑战 可以做 50到100个 看大家的情况 我就做100个 这一个就要一个 2 3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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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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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5 开河跳,你先演示 也不用开响 这样 Again,今天 给一个Spectrum,一个范围 水平,比较高的同学 可以做到100个 大家如果亮眼行 做30个就很好了 好,我就开始了 做100个 我中间会稍微洗一下 10 30 30 50 10 70 80 90 100 好,先不要停下来 今天这个 有氧运动做得比较多 先不要让心脏 反正停过来 这个 走一走 做一做 上肢的运动 然后我们要做拉伸 然后我们要做拉伸 拉伸 我学习的就是动态拉伸和静态拉伸 因为我上次虽然说 要多做isometric 拉到一定位置 不要来回动 不要bounce 但是有些拉伸动作 但是有些拉伸动作 by nature 它就是 in the movement 比如这个 肩关节的运动 还有其他一些 比如像刚才那种 动务势能的动作 所以呢,咱们就会 couple这些 动态拉伸 尤其是 刚刚做完 这些 运动量很大的工作 我看有人 发个text message 不是关于 好,没事儿 好,现在就做第一个拉伸动 我觉得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这是一个 动态拉伸 够脚 扭腰 然后 这个 够这边的脚 这个够这边的脚 这很舒展 也是个动态的 拉一拉腰的侧部 拉一拉腿的后面 都可以 好,开始 做二十个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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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二十 好嘞 然后下面呢 就是咱们 上周讲过的 一个动作之一 肩部的 肩部,刚才咱们做的这个动作 其实肩膀 肩膀 有很大的 肩膀 肩膀 都去带肩去 放松一下 一个动作就是 挺胸 收腹 沉肩 这样 也这个 把头上台 这样对圆肩这个姿势上 经常出现一个 鎖背 圆肩鎖背 一个很好的 克星 好 好 好 然后这个呢 应该没有这个东西当年 没有这个坐着拉 但是把脖子拉一些 一 做十个就好了 十 好 然后就是下肢的拉伸套 是我的favorite 好,我要把鞋脱掉 帽子脱掉 让你能够更好的感受 一个平衡 好 腿部拉伸呢 时间 还够 哦 还是也是比较紧张 好 最后呢,先是 骨针 看看你能到哪儿 好,现在我做点马链 先比较 轻松 就能到地上 大家看自己情况 这个腿部伸直 膝盖伸直 脸现在往后贴 手往下 把这个手 手的肩膀给都拉开了 好 然后做几个肱部 肱部 好 肱部是拉这个 侧面的这个 咱们这个只是 演示一下动作 直接也不够 下来 待会儿 肖化嘴可以再继续拉 好 拉这个程度呢 你可以 持足把这个 给够的 好 好 好嘞 然后 顶胸排头收腹 类似于 瑜伽的姿势 好了 这时间 稍微短一些 放过来 肱部 肱部 拉一下 这个 右侧大腿的 侧面 这个肌膜 好 放下来 拉一拉这个 小腿前侧 然后把这个 好嘞 拉住 扣住 好 顶胸收腹 拉一拉 好嘞 然后 然后 腿蹭下来 两个腿 伸直 脚尖往前 然后呢 去抱我的脚 好 拉住之后 要拉一段时间 这个真的是要计时 我一般只能做呼吸数 但这只适合于 咱们这种运动后的放松 手拉伸 真正要拉开这个 韧带啊什么的 真的是要有个时间 我也做了录像 大家可以 感兴趣可以跟着我的那个视频 拉 这样这个拉 动作就要两分钟 咱们今天就 稍微拉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再做一个 腿在前面 是拉伸大腿的 外侧肌肉的 然后就基本要结束了啊 好 这个往前 往前伸 拉伸 右腿在前 拉伸 右侧大腿的侧面 这个 左腿前面的筋膜 还有肩背的肌肉 非常舒服 好 换一次 好嘞 然后再做一个 目前拉伸 看有没有进展 当然了 我们这个拉伸 比较短 看不到太多的进展 好 把腿定直 就比较难一些 好 我看了 今天水平 不错 可以能够 可以能够 脚 手掌着力 好嘞 然后再做几个 深蹲 让这个 膝盖的 后面的 这个韧带 放松一下 好 好了 完成任务 不是完成任务吧 我们叫任务 好像是被迫的事 我们非常开心的 把这些动作都完成了 希望水平有所提高 好了 大家可以 可以把 按摩 看看有什么 讨论的 问题 哇 22个 风水都来了 这四周下来之后 我的肌肉 没整理 我看你的肌肉明显 又变了 对 我现在到处都是肉 老师 辽宁的 辽宁老乡 你们还有不好的 了解 今天跟我一起练来着 还没写这两招 太好了太好了 很开心 怕万一选赵丁 把我表姐不小心选上 所以刚才mute了一下video 万一选了以后 没法volunteer 我看赵丁们都show off一下 那个第二招 你就是说 你那个往前 蹲着往前走 那个我看赵文庆做的特别标准 文庆哪呢 文庆快露个头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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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长了点 那不是那 昨天昨天出去出去开船长的那点肉 做划船 划船是长肉的最好的方法 这是以前长的 就像那个 之前说的一样 以前的这个 muscle memory 这不是这个 甜蜜羹 require everybody show off 所以我今天 你看我想要号召吗 对 对呀 那个群主的要求 教练的要求一下 demand 看见了就被抓撞钉 估计大家就出来了 对 对 多练一练 我觉得以后 哪怕工作忙了 一段不练 肌肉 nuclei 它有的 the theory 是partially restore 有的是说 completely 在那儿 preserve 但有多少是多少 anything will get 是不是 肌肉我记得是 permanence 对吧 它说是 它要recruit regenerate nuclei 就是这个细胞核 然后 这个细胞核 然后 这个细胞核 然后 我觉得它不光是 它那个 已经的那个肌肉 hypertrophy 它还要那个 怎么 growth factor stimulate the stem cell 这个 regenerating into 这个nuclei muscular differentiation 对 New cell 应该是 从stem cell 来的 然后 一旦站在那儿 看着你不懂 粘上那坑就不懂 那就好啊 那起码是一颗肌肉 是要粘上那个坑了 没让那个 fat 要粘上那个坑就好了 对吧 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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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到一个问题 用小一点的 亚铃 就是轻一点的 dumbbell 做 versus 做次数多一些 versus 用重一点 次数少一些 哪个是什么区别 这个 我看苏明在 他肯定是专家 但我根据我的理解 先讲一下 这个 small weight reputation 肯定会有一些 cardio的一些好处 然后可能对 muscle toning 但是对它 stimulate hypertrophy 然后还有那个 bulk forming volume 我觉得作用不大 而且最主要的意思是 它没有这个 stimulate这个 这个 testotron 这个hormone的 emarmament 所以就像是说你跑步 你要是 只跑2.5mph 它只是一个 它不会有这个 就是各种 after effect 所以我的建议 我也不会 我现在到52.5 我也不再往上升了 因为我感觉 有一个 对女生 有一个很negative的impact 就是说 因为这个muscle gain 是focal的 这个 但是 fat loss 是global的 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我的facial fat 还有我的这个 upper grumming fat lost too rapidly 我没有办法 preserve 所以我的办法 就必须得 降低 weight 降低我的这个 这个calorie consumption 要不然 我没有办法 preserve 我的 i still desirable 的fat 没法 preserve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你很快的 丢大 weight 我觉得我 training 比较 很多人都comments 我的weight training 比较successful 比较efficient 就是weight 上升的比较快 孙明你说呢 我来刚才 我说一下 他那个就是 我说你刚刚那个 谁个 提那个问题 我来讲一下我的 我的那个体会 哈 hello 听到我吗 我说脸的 我说脸的 我做脸的 不能给你脸的 我说脸的 我说脸的 不能给你脸的 我说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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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脸里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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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刚刚那个 说那个问题 我讲一下我的那个体验 就是说一个是 重量高一点 然后呢 就是次数少一点 一个呢 是重量小一点 然后次数多一点 就是说重量多一点 次数少一点呢 会练那个肌肉 那个大会增插的 比较快 OK 那个 但是 如果是小一点 次数多一点的话呢 就那个 就那种小的那种 fine 那个 muscles 都可以 所以说我个人练的话 我是两个 结合起来 比如说这一次的话 我是 重量小一点 次数多一点 下次呢 我就重量多一点 这样的话就两边坚固 很多女生的话 可能会 喜欢那个重量小一点 次数多一点 就是 会啊 就是那种很细小的 会 会 sculpture好一点 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对 这是不同的theory 就是 一般来说 就是大重量 少的repeat 比如说 那是长你的 muscle的power 就是长极限的 比如说 我这个推 我推1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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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推 所以推三个 那是你每次都是在push你的极限 那是长你的muscle的power 你要是做 比如说 比如说 如果要bulk 要build up muscle 一般的教练推荐是做这种小重量 但是重复 比如说你重复8到12个 这种重量呢 是就是长你的这个muscle的bulk 一般的sir是这样 一般的sir是这样 大概 比如说太小的重量 一般做8到12个repeat 可以这样 就是 来build up muscle 如果是 你每次都要去 就是 对 我觉得也有道理 不过你可以先练起来 练起来之后 你看自己的感觉 是哪儿长哪儿的 哪儿新哪儿摔 然后再 再调解吧 对 我现在都是小的嘛 都是 以前我都是比利根的三磅还小 是两磅的 我现在刚刚买了 三磅 六磅 八磅 但是我没有买十磅以上的 所以我在想 如果 因为你举的特别重 我都觉得我是不是太轻了 但是 如果两者都有 你 muscle 的话 可能小的也ok 是 对 你就调整到 你能做到 8到12个 这种repeat 然后就稍微有些 effort 不至于去push the envelope 就可以了 这总是要涨上去的 就是 你的重量也逐渐在涨 muscle 你在涨抱回以后 它的power也在涨 所以你就调整重量 做到大概这么多 你会有些 effort 但是不至于说最后 生死力竭去push最后一个那种 对 对 好的 谢谢 谢谢各位达人 不过那个 那个 女生我觉得 我根据我个人体验 还有我这个教练说的 女生锻炼那个肌肉的时候 经常有这个miss 就是说我们那个力气小什么 但是相反有一点 也是literate support 就是说女生的endurance 非常strong 所以你看我做rap 都要做15次 然后那个我以前是做三个那个rotation的这个都 所以这个也是那个教练的design 他就是说女生实际上那个训练起来比男生进步的快 当然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bulk 没有那么大的highest weight 但他实际上从菜鸟到达人的速度应该更快一些 我个人的经验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建议你当然不要push自己 但是赶紧把亚铃买了 你很快就觉得像我另外一个群里的朋友 也是觉得亚铃很快就达到起码八磅十磅应该没有问题的 真的 谢谢谢谢 那个建 你们 建我说一句 那个我觉得那个做的太快 为什么呢 你没有换气的机会 你因为你做那么快的话 你也说过就是一般也是你跟我们一样就是说吸气 然后是用这个呼气的 太极也是这样的 但是你如果太快了 你又没有机会换气 这样弄你光吹当然可以了 但是你要给一个机会去把气吸你然后再出来 就说就是说我 同意David说那句话也说慢一点 但是呢 这样给一个人那个 一个调整 呼吸的调整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 我是做的比较快点 因为我一般要是用亚铃的话 我是用那个15磅 但我那个球是8磅 所以可能对我来说重量比较轻 所以今天做的强度比较大 速度比较快 大家可能应该对 需要这样每个都要 我一般都是比较使劲那个地方 我还是感觉进做的速度比较快 可能是进的这个体力已经好了 我的习惯于是深呼吸 身体跳的高点 深呼吸这个深一点 但我发现我跟进的嘛 就要差得更好 抱歉抱歉 那以后我拿点大点的重量 让我做的慢一点 对 我是到周末了 昨天晚上睡的好 所以今天早上起来 你们星期三晚上9点的这个exercise 你们是先吃饭呢 还是先干什么呢 我发现也很challenging 吃完饭之后 我就不想exercise了 因为吃太多了 所以就没有这个desire了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handle这个 是吃完饭以后exercise呢 还是吃饭以前exercise呢 我还是吃的 但是我晚上一般 我以前晚上不吃碳水 减肥的时候 现在我把碳水加回来了 我觉得我晚上吃了可能很 很久以来就比较清淡了 所以不太影响我训练 OK 那你exercise之后还再吃一顿吗 不吃 那不行了 得饿饿 还是得吃 exercise完了以后吃蛋白 我应该是 那等于是先吃一顿小的dinner 然后exercise exercise之后再吃蛋白 Depends 你要说想去减重的话 想减重的话 锻炼前不吃 这样就是 你来burn你的calorie 你只要饿到9点 然后你要是说 就是说我可以控制 我可以稍微吃一点 比如我怕我锻炼的时候 血糖太低了 你可以稍微吃一点 就是这个 我觉得可以调自己控制吧 跟自己目的控制 OK 好的 谢谢 对 你可以吃一点 我觉得像Mary已经那么瘦了 你可千万不能再瘦了 对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现在要增一点肥 增一点呢 有时候吃完饭以后 你就知道你做不了了 我上个星期三就是 吃完饭以后 我就知道我做不了了 所以我就看着你们做的 我现在是 你直接直接喝了一杯酒 不行不行 谁喝酒了 赵博千万不能喝酒 这个我是有亲身的体验的 不是我自己 因为喝酒是vacial dilation 你在运动的时候 运动的时候 这些那个 运动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一个vacial dilation 的一个过程 那特别容易syncope 所以千万不能喝酒 Mary 我那个吃饭 晚饭 我饭 我吃多了之后 我就不能运动了 我还有一次 我有一次的话 就是吃饭之后 很难运动的感觉 对 一般就是吃饭 我尽量准备早吃一点 就是说五点半 最少的水 OK 十六点就吃 但是呢 不要吃太饱 我发现我吃太饱的话 到九点就可以 我是吃的少一点 但是五点半吃 然后 运动完之后呢 就是喝点水 吃点水果 我就是这样的 我没有吃完白粉 OK 谢谢 你的那个晚饭的时间 稍微朝前挪一点 可能会有帮助 取决于饿的程度 要是中午药商不送饭 晚上回家 就这顿饭吃完之后 我就知道九点我吃 动不来 那中午药商送饭 晚上我还能 还能稍微挺着点 那就周三中午吃两个馒头 哈哈 我想问听一个问题 嗯 你现在还跑步吗 就是你做这些运动以后 是不是就不需要跑步了 我还是跑 因为现在我们这边 你也在加拿大 知道现在夏天天气特别好 南德有天气好 我有习惯 习惯和那个先生一起散步 因为我以前读一个study 就是说 Average American couple spend about 10 minutes together for dedicated conversation 就是说夫妻之间都没空说话 所以我还挺珍惜夏天的时间 每天晚上专饭说是好 我和先生去在院子里面 走那么个半个多小时吧 就是聊聊这个方案的事情吧 我觉得特别的relax 我一般也都慢跑 就比较慢的跑 心里能够到八九十次吧 就是moderate vigorous exercise 然后那个 我现在其实一周只练三次 然后其他每天晚上 我都在做这个拉伸 我现在开启一个新的 一个journey 就是这个叫 access 10 infinity 体操式的这个健身办法 因为我现在的健身的目的 就是说 体操自己的柔韧性 最终能达到像 儒家的那样啊 就是说poster啊 身体的线条啊 都比较 更是像我自己想象那样发展 所以我在做那个事情 那个每天也得花一个小时 那个特别花时间 因为你一个poster下去 就像刚才这个poster 就在两分钟 就得昨天晚上就做了一个小时 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 我的那个caloric consumption太大 我吃的又不够 所以现在这个 我现在体重 今天早上109.5 太轻了 我现在的问题是 我长点重量 想长肌肉是吧 嗯 对 主要当然是想长肌肉 但是 反正只要不能再瘦了 这毛病我也想要 这 大家都想要 这不是 腹人的病了吗 我觉得你的骨感美挺好看的呀 多好看啊 而且你轻的话 你做动作就轻松的好多 就没必要长 就是让它慢慢长就是了 你这样练下去肯定会越来越 肌肉越来越多 会好一点 我觉得咱们健身就是说 你不再发现自己的目标 就一开始呢 我想减脂增肌 这个目标达到了之后呢 我现在就开始想 比如说学会 我现在会做正手的这个 叫反手的China 然后再练这个正手的这个 然后现在就在练这个一字马 还有各种各样的动作 就是像健身 它是个lifetime的一个habit 你要去就 就跟有人赚钱似的 你想走个房子 想要一个corporate 然后你去健身也有一步一步的目标 你才能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觉得你那些筋句特别好 那个存钱存粮存肌肉 就每次上课都说好多筋句 我觉得都那个听下来了 鸡汤鸡汤都属于鸡汤 哦需要对精神食粮 对谢谢这机会 大家要有一天哪个地方 地上没弄对了告诉我 我现在把这写在这儿 comment多了 我就一看就知道了 要不然我一运动脑子就缺水 想老得翻水平 想不想在下面动 好的 谢谢Jane 好 行 好 拜拜 拜拜